临近年关 娱乐圈最为重荡的瓜 由汪小飞与大S全力贡献 随着两人互撕大战的战况不断升级 网友们的吃瓜性质也是愈发高涨 自从大S与前姐夫汪小飞 因为生活费问题开思 他与老公徐亚军也未能幸免 此前有网友爆料称 小S的老公徐亚军出轨 而且在上海还有一个家 这消息一出 直接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其实徐亚军徐亚军爱望几乎成了公开的事 曾多次被拍到在夜店与美女喝酒互动 大家都以为可能不会再继续忍耐下去 没想到小S居然不仅没有质疑 还依旧为老公出面解释 称他与丈夫徐亚军现在是开放式关系 不介意徐亚军在外面有亲人 女人活到这个份上也着实憋屈 其实当年小S与徐亚军结婚时 她并不是徐亚军的择偶标准 而且还是小S追的她 都说男追女格作山 女追男格曾杀 徐亚军最终抵不过小S的死缠烂打 二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而如今小S的婚姻究竟好不好 想必只有家人和身边朋友知晓 在其最新的访谈节目中 圈内有人赵正平因不满小S内涵她花心 直接回怼小S 称你先不要嚣张哦 你的婚姻也不好说 你还能称几年 随后小S立马脸色大变 直接扯开话题 肉眼可见的慌了 小S和赵正平两人过去在 康熙来了 时常拌嘴 也会拿婚姻开玩笑 但这一次小S非常紧张 可以看出对她的情绪造成了很大影响 大家都知道 大S本名叫徐熙蒂 早在1993年的时候 就与姐姐大S徐熙园组成了ASOS组 和进入了演艺圈 经过了姐妹二人多年努力地打拼 如今在娱乐圈中也算是有了很大的名气 小S是一位很会搞气氛的热辣奔放型的主持人 尤其是在康熙来了 中她大胆有趣开放的主持风格 吸引不少忠实观众的青睐 她也因此还获得了第四十届金钟奖 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的称号 如今小S不仅主持风格夸张搭档 穿衣搭配也是 早前 小S就被受邀参加巴黎时装周 当时还引起了许多热烈的讨论 当天小S身穿一件鹅黄色透视连衣裙 上半身的大珠宝装饰似乎是上个世纪的风格 如今看来有些吐气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下半身的透明纱裙 小S的腿上并没有穿紧身裤 而是直接透过裙子露出了里面的花内裤 事实上 如果你只看上半身的设计 应该说小S的裙子 更符合标准的服装设计理念 但下半身的视觉冲击 无论是和上半身的强烈对比 还是从设计到服装风格的大胆 都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当然 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穿衣理念 因此许多网友面对着她这样的造型 都纷纷吐槽到 简直是辣眼睛啊 确实她的这种穿着风格 实在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不得不说小S为了抢金 也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